在台灣原住民的歷史中 幾乎各族都有使用珠子的習慣與紀錄 其中又以台灣族所擁有的數量最多 不但色澤優美 裡頭還蘊穿了許多神秘的古老傳說 想不想知道這美麗的琉璃珠是如何製作的 而這其中又有哪些老人家的智慧呢 小朋友 有沒有看到 這美麗的國小 就是我們的三帝國小 而且我們的小尖兵就在這個學校 這六位活潑可愛又朝氣十足的小朋友 就是我們今天的科學小尖兵 小朋友告訴大家 我們手上拿的是什麼 桃舞 還有呢 琉璃珠 如果再加上道武師哥哥手上拿的 這個是什麼 青銅刀 這三樣加起來呢 就是我們的 台灣三寶 沒錯 那你們知不知道桃湖在我們台灣是什麼意義啊 知道 好 你說 這是貴族 然後是同一擁有的 然後裡面會放公神蜘蛛跟母神蜘蛛 誒 說得對不對 對 很棒喔 那琉璃珠呢 這一顆琉璃珠 是野萌蜘蛛 它會保護他們所有的琉璃珠 那如果他們有人想要偷這個的話 嗯 這個會保護他們 那個小偷會生病 哇 會有不好的那個事情會發生對不對 嗯 很好喔 那道武師哥哥手上拿的這個青銅刀就代表什麼意義啊 就是有事才可以佩戴的 是喔 一般人是不 一般那個男生是不可以佩戴的 嗯 啊如果女生如果觸碰到 就抓不到獵物 然後這個要丟掉 重做一個 這個還要丟掉 對 誒 要重做很麻煩耶這個 哇 你們對這個三寶都很有概念對不對 嗯 今天我們就要介紹其中一寶 就是我們的琉璃珠啦 你們知道琉璃珠怎麼做的 不知道 沒關係 我們去拜訪我們的琉璃珠 讓他來告訴我們 我們的漂亮的琉璃珠是怎麼做的好不好 好 走吧 沒想到小朋友對我們排灣三寶 都很有概念喔 除此之外 在早期的排灣族社會裡啊 桃湖 青銅刀與琉璃珠 其實也象徵著身份 財富及權利喔 而其中啊 擁有美麗圖騰的琉璃珠 不但被視為珍貴的傳家之寶 同時呢 也是排灣族傳統婚嫁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聘禮之一喔 哇 小朋友你們看 道士殼做的第一個琉璃珠 成功了耶 很漂亮對不對 現在趕快來去讓干媽來看看我的成果 干媽 干媽 你看 好漂亮的琉璃珠 我第一次做就做成功了耶 你真的漂亮喔 我真的告訴你 還不夠好 干媽 這樣還不夠好 對 要燒透才會亮麗 我等一下喔 給你看我自己燒的 哇 現在就是 干媽做出來的琉璃珠 要跟道武士哥哥的琉璃珠 來做個比較 好 我們來去看看 干媽的琉璃珠 到底有多漂亮 小朋友你們有沒有看到 干媽做的跟我做的不一樣耶 干媽你做的是顏色非常的鮮豔 而我做的就顏色很淡很淺 我跟你講這個是沒有燒成 還有一個是燒有燒成 有燒成比較鮮豔 沒有燒成就不鮮豔 所以琉璃珠是蠻有個性的喔 琉璃珠也會有個性 當然喔 要怎麼樣燒才可以燒成功 像老師這樣子的顏色這麼漂亮 我剛剛說 你燒的溫度不足 他就不給你來個好的 所以我們 琉璃珠一定要燒兩次 第一次燒要1000度 第一次燒要1000度 然後第二次要燒2000度 琉璃珠是用金土做的 金土 對 金土就在這裡 哇 小朋友你看 這個是金土做的耶 好漂亮喔 好多種顏色喔 紅的 綠的 黃的 藍的 還有這個是粉紅色的 然後這個是白色的 對對對 有六種顏色喔 七種 還有少了黑色啦 喔少了黑色 還要再加一個黑色 對對對 喔 那一開始要怎麼做呢 來個泥塊吧 好 我一塊 白色的 來 這樣嗎 這樣嗎 長條形的 長條形的 對 小朋友 你們知道嗎 不同圖騰的琉璃珠 也有許多不同的捏製方式喔 耍馬うます啊 現在要教道武師哥哥 就是代表瑞智的手腳蜘蛛啦 捏製的方式呢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不過啊 我們要怎麼運用這些 捏製成三角形條狀的金土 做成空心圓柱體的琉璃珠呢 來 每一條都拉上來齁 拉上來 來,你拿到這個成型棒 你把這個三角的一個封 貼在這裡 這樣放 然後 然後呢 再來 還要再來 把三條這樣放 併在一起啊 對對對 原來Gamma是利用鐵製的成型棒作為琉璃珠孔洞的預留空間 接著啊 再把金土用合併的方式拼出琉璃珠的圖騰 最後再用美工刀 依我們所需要的大小做切割便完成囉 Gamma Umas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我們的Gigaruts做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該怎麼弄呢 那我們做好就把它陰乾 陰乾喔 對 好 那我們把這個 使它充分的乾燥以後我們才去處理 好 所以接下來成型之後 就要去做陰乾的動作囉 由於剛成型的琉璃珠表面濕軟 Gamma提醒我們 在陰乾初期啊 珠子必須保持距離 不能堆疊在一起喔 成型後的琉璃珠在室內陰乾約兩天之後 接下來就是進行第一次速燒 而速燒後的珠子必須先讓它們冷卻 接著再剔除有瑕疵的珠體 並進行清洗的動作 清洗完後必須再一次重複 陰乾與日曬的步驟 使豬體啊乾燥 最後別忘了Gamma說過 想做出漂亮的琉璃珠 還要進行第二次更高溫的承燒喔 老師我們經過了這麼多的步驟之後呢 現在要做的是什麼啊 這個要加這個拋光珠 這樣子才會讓這個珠珠更漂亮 你說這個是拋光珠 對 加了這個珠珠之後 它就會把那個我們的珠子 流離珠變得很乾淨 對 很亮就對了 對 小朋友記住囉 最後一道手續就是要加這個拋光珠 才能夠讓我們的流離珠變得又亮又漂亮 對 紋路又更清楚 紋路會更清楚 來 好 再一點點水 還要再加水嗎 加一點點水 這樣可以 好 好 那我加個水 再一點點水 好 夠了你要喊停喔 好 好 好了 好了 好 好 這樣子可以了齁 可以可以 哇 現在開始拋了耶 你看看 最後一次的清洗步驟 還要加這個拋光珠 那個水只要一點點就可以囉 這樣子啦 我們的流離珠 就會變得更鮮豔更漂亮喔 沒錯 跟著達人一起體驗流離珠的製作後 才發現 原來要做出一顆漂亮的流離珠 可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喔 不管是捏制 冷卻 還是搖燒 每個環節 都是影響流離珠製作的成敗關鍵 一點都不能馬虎呢 哇 好多好漂亮的流離珠喔 哇 這個好特別喔 小朋友你看 像不像羽毛 很像對不對 太美了 哇 各式的形狀都有耶 哇這個也好特別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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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的流離珠真的很美耶 的確漂亮 對啊 而且形狀都可以不一樣 而且我跟你講每一顆流離珠都有它自己的名字 什么 琉璃珠不止很有个性 而且还跟我们一样 有自己的名字 后来Gamma Umas 还告诉道士哥哥 在每个琉璃珠的背后 其实都记载了 一个个不同的传说与故事 透过这些故事的流传 也让我们更加了解到 台湾族早期的信仰与伦理 还有它的美学 小朋友你看 这么独一无二的琉璃珠 是要经过多少的心血 跟繁琐的步骤 只要你们都学会了 就可以制作出想看 哇我们Gamma Umas 漂亮的琉璃珠 还有道士哥哥身上 美丽的琉璃珠哦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在这个美丽的琉璃珠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科学语理哦 到底有哪一些科学语理呢 跟着道士哥哥看下去 你就知道咯 小朋友有没有看到 道士哥哥的琉璃珠漂亮不漂亮 有啊 是不是很多颜色 Labla 有没有想不想要 想 想对不对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 该怎么制作这个琉璃珠了 对不对 对 一定要让你们自己来体验一下 有没有看到 有 是不是很多颜色 对 老师啊 我们今天用这个黏土 它的角色就是要扮演我们传统的 金土 陈贵文老师 热爱研究生活事物 从中发现科学原理 接下来的时间就由道士哥哥 将在Gamma Umas身上所学到的技巧 一一传授给小朋友们咯 哇 我们的小朋友都很有创意哦 还懂得运用扭转的技巧 将黏土捏制成不同方向的斜纹图腾呢 好 现在我们的琉璃珠已经做好 而且放在我们的桌子上了对不对 对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它拿去烧啦 对不对 对 耶 等一下 我们还忘了一个步骤耶 忘了一个步骤 对 什么步骤 不知道啊 哪有啊 银杆 啊 嘿嘿 银杆啦 对啦对啦 银杆 银杆要几天 两斤 没错 对啊老师 为什么我们要先银杆才能拿去烧 不直接丢下去烧就好了 因为呢 陶土本身含有水分 水分会因为温度的增加而体积增加 而把孔隙秤打 导致我们的猪体破裂 阿萨 那我们在烧的时候 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呢 有啊 在前面300度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盖子不是完全密封 它也有留一个小细封 那小朋友 你们知道为什么啊 我们要把那个摇盖留一个小缝呢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老师 因为呢我们的陶土呢 虽然有阴干 但是问题是它还有残留一些水分 那水分呢 它会使得那个 呃里面的那个压力会增大这样子 还有它里面也有一些本身的空气 也是受热也会膨胀 让那个压力变大 小朋友你们清楚吗 不清楚 你听得懂吗 糟糕了老师 有点模糊啊 好那我们来做个实验看看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实验咯 究竟老师会用什么有趣的实验 告诉我们气体受热膨胀的原理呢 好老师 接下来呢 我们要怎么做这个实验呢 好我们在室館里面加一些水 然后呢把它加热 那你看 看它滚了以后呢 这个橡皮塞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么多 喔 它好像要被 要爆成 哇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哇 会怎么样 要爆了 诶 有没有看到软木塞 那个软木塞会被挤 会动诶 好 噗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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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这么快就爆了 哇 掉下来诶 因为当水一直加热的时候 有很多水分子会变成水蒸气 那原来的空间呢 它就不够用 所以呢 它就会呢 想要出来 然后把这个橡皮塞 就可以推出来了 噢 这样小朋友了解了没有 了解 好 现在就是让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了 对不对 老师 你有准备了很多的道具 你看有玻璃瓶 还有乒乓球 然后也有准备了一壶热水 很热很热的水哦 所以 手可不可以摸到 不可以 道武师哥哥来就好 我们都有做好安全措施 对不对 对 手套戴好 眼镜戴好 老师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噢 现在这有两个玻璃瓶 然后上面这个 乒乓球 是有开动的 这是模拟开放器系统 就是说 诶 电影 电影有打开的时候 那这个呢 就是模拟密闭系统 没有打开的时候 噢 那我们在里面倒入热水 然后看到这两个 诶 乒乓球它的状况会怎么样 好 那现在 第一个步骤就是 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是先在 玻璃瓶里面加热水 好 首先啊 我们在玻璃瓶内 注入约三分之一的热水 并将乒乓球放在瓶口处 接着再将 玻璃瓶放入 装满热水的小盆子里 进行隔水加热 小朋友们要仔细地看哦 究竟这两颗乒乓球 会产生什么反应呢 诶 小朋友小朋友 你们发现了吗 哇 我们的乒乓球有没有移动 有 原本我们在乒乓球上面 做的十字记号呢 是在中间 现在跑到哪里去了 下面 对 从这个实验 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 我们在烧我们的 琉璃珠的时候 可不可以把那个盖子盖起来 不可以 原来 摇口处的小空隙 是因为摇烧时 猪体中的水分 会蒸发成水蒸汽 是摇内气体的体积增加 加上气体非常容易受热膨胀 所以在琉璃珠烧制的初期 孔隙会让摇内 增加的气体排出 等水分完全去除 摇内气体量减少后 再将摇盖盖上继续烧制 否则啊 摇内气体膨胀过度 无法排出 便会开始向四面八方用力挤压 就像这颗弹跳的乒乓球一样咯 这样你们都了解了 了解了 但是啊 我们在制作这个琉璃珠的过程当中 只有这个原理吗 没有 没有啊 还有其他的原理在里面咯 咦 什么是冷冽现象啊 这跟我们的琉璃珠制作 有什么关系吗 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 那我们的琉璃珠在窑里面烧好了之后 可不可以把它打开来 然后用水就直接冲了洗了 不可以 为什么不行 因为会裂掉 哈哈 聪明 它会啪就裂掉了 对不对老师 哦没错 因为珠子呢 它刚烧完以后 它整体是高温的 嗯 所以当它碰到 比较冷的东西的时候呢 它的内外的温度是不一样 就会造成了它内外的膨胀呢 呃不一样 哦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热胀冷缩了 诶老师 那有没有有关于热胀冷缩的这个原理啊 做一些小实验 让小朋友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 慢慢冷却的动作 哦有啊 那我们现在来做做看 好现在教室要做这个嘛 对 这个是准备的 你看 镜子 还有酒精灯 还有冰块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好现在我们在酒精灯上 好我来点好了 好先点火 我们要 点了火之后 可不可以碰这个桌子啊 不行对不对 所以往后站一点 好 首先 我们将镜子放在酒精灯上方 并来回移动烧至约五分钟 使镜子均匀的加热到高温 好快了快了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是那十秒了 好 放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 这边藏上 好 好 丢 丢 哎呦 哎呦 我捏掉了 怎麼了 我捏掉了 你看 有沒有 睡掉了 搖燒後的琉璃珠 必須先靜置到常溫後 才可以進行清洗的動作 如果沒有經過靜置冷卻 就將琉璃珠倒入冷水中清洗 豬體表面便會因為溫度急速下降 而收縮不均 換句話說 在冷卻時 豬體外表已經開始收縮 裡面卻上會收縮 外側壓迫內側就會導致破裂囉 哇 這樣小朋友你們知道有沒有 知道了 所以這個冷卻的動作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辛辛苦苦做的漂亮琉璃珠 會怎麼樣 裂掉 那不就失敗了嗎 要記住囉 接下來 咦 老師準備了四盤豆子和白米 究竟要做什麼呢 小朋友你們還記不記得 Gamma Umas教我們燒這個琉璃總共要燒幾次啊 兩次 對為什麼要燒兩次 因為琉璃珠有個性 沒錯 老師 琉璃珠要燒兩次才成功 這裡面有沒有一些原理在呢 有啊 因為桃珠的成分在燒製的過程中 它會隨著溫度的增加 而導致它的內聚力增加 分子的內聚力增加 它的分子的排列就會比較緊密 在比較緊密的情況 它的空隙就比較小 空隙越小的話 它的硬度是越高的 這個好長喔老師 好那用講的你們聽不太清楚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做個實驗吧 哇裡面好多喔 紅豆綠豆黑豆還有白米 接下來啊小朋友們開始分組 並選擇自己喜歡的材料 裝入假鏈袋內 究竟哪一組小朋友做出來的效果 最明顯呢 哇黑豆綠豆紅豆還有白米的 老師接下來我們該怎麼做呢 我們要請我們的主角吸塵器上場 吸塵器就是我們的主角啦 好它上來了 接下來呢 這是經過改裝的喔 來 接下來呢老師 接下來我們夾鏈袋對不對 我們就要開一個孔 開一個孔 一個小孔 對一個小孔 然後呢吸管盡量升到底部 喔 然後去吸管 那不是會吸米嗎 到底部 會不會把豆子吸起來啊 應該不太會 好 啟動吸塵器 丁 好那你們可以摸摸它現在 是不是變比較硬 有沒有 怎麼 唉唷 不要會吸到豆子 唉唷 怎麼吸了糖果 很像糖果嗎 可以趕快抽 一二三 哇 哇 哇 欸比較硬欸 耶 不會咧 不知道怎麼會啊 不會掉下來 我也要 我也要 你可以比比看這個 沒有抽過的 對你們兩個比比看 摸摸看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陳寧說一下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這兩包 一個軟 一個軟 一個比較硬齁 看完老師示範之後 小朋友們啊 也迫不及待的動手做實驗囉 哇 每個人做出來的效果 好像都有一點點不一樣呢 嘿嘿嘿 大武士哥哥也有準備一個喔 你看 你看 這裡面裝什麼 海邊 對 試抽看看會怎麼樣 那我也一樣齁 來 來 哇 哈哈哈哈 哇 哇 抽起來 耶 耶 這樣一看 有沒有看到 哈哈哈哈 老師啊 老師 哇 這個差異性最大對不對 對 沒錯 像你這個來講對不對 黑豆呢 它顆粒比較大 它這個孔隙呢 也比較大 好 那 以你來講對不對 它顆粒比較小 它之間的孔隙也比較小 那你再這樣子搓搓看 你覺得哪一邊是比較鬆散的 好 小朋友搓搓看 這個比較鬆 直立堅硬的流離豬 必須經過兩次的燒製 第一次的樹燒 燒製的時間比較短 溫度較低 主要是先去除水分 使豬體凝固 而第二次的成燒 溫度較高 燒製的時間比較久 精土成分分子間的內聚力增加 排列更加緊密 孔隙也越來越小 硬度當然就比樹燒或是未經過搖燒的豬體 還要堅硬囉 哇 經過這樣子的驗證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的流離豬要燒幾次 兩次 才可以成功的喔 你看我們今天學到那麼多原理 好不好玩 好玩 可是我們傳統的流離豬製作方式 也會做的嘛對不對 會 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你也要記住喔 想要做成像道士哥哥這麼漂亮的流離豬 一定要靈活運用我們今天所學到的東西 好不好 好 有了嗎 要全部變圓圓的啊 偷工剪掉你 我看哪裡有圓來 有 有 怎麼了 睡覺 什麼叫睡覺 是睡掉吧 我看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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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妳 美 有 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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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